大家好,我们继续讲解孔子伦语子路篇第二十二节 子曰,男人有言乐,人而无恒,不可以作无依 善夫不恒其得或成之修 子曰,不战而依矣 男,男呢就是有火有光的地方,方向称之为男 那么,这里的男人呢就是,在那个方向上的人,就是男方 那人呢挑大神,去血啊,去膜啊,去膜啊,去病啊,通过这种方式生活的人 那地方有那个,说句实话,就是从某种程度上讲 所谓的中国医学,中医的医学啊,发源就是从那个时候的南方啊,中原的南部传过去的,发展起来的 那么这个南呢,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指着这个和这个医啊,一样的,发源地吧,医的发源地 那么,有就是指得度啊,持有啊,把持 盐,就是指这个猪笋啊,从地里八个八个出来,有动静啊,对人呢,有就是说,那么这里就是说法 乐就是说,也是说开口嘛,从嘴里头出来的,从口里头出来的,成这个乐 人就是一片一那儿,我们这个人,人呢,就是我们这种所谓的普通的人吧,哎 儿是指梳头发,在这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哎 那么,或者是梳完头发,你也可以这么认为,吴,就是梁鼠空空为吴 恒,恒呢,就是天地之间的日月星辰,哎,称之为恒 那,祖宗这个字写的时候,就是一天一地化粮的,那时候里面有月啊,有星,有日,哎 那么这些东西呢,就是说人是没法改变的,只能看一看,那么就是,他就那个样子啊,和事差不多 那么,后来演变成就是,说,这个真理,道理,规则,哎 都叫恒,嗯,他是不变的,特征是什么,是不变的,你改变不了他,他就是那个样子,哎 也可以说,就叫绝对,哎,绝对就是那个样子,永远不改变,称之为恒 实际上,这个天道法则,就是这个样子,他不会去改变的,真理啊,那他不会改变的,就是那个样子,那放到哪儿,我都这个样 那才能成为真理规则和这个法则嘛,哎 你如果改变了,那,那就像我们今天弄来弄去,我改规则,哎,都乱来了,那社会会乱的,世界会乱的 所以,真理真相是绝对的,是不会改变的 那么,不能说,像我们今天说的,人者见人,智者见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相对论,哎,全是错的,只要相对了,啊,那就是错的,所以现在我们人类推崇一个相对论,嘿嘿 这就,都不用去深究究竟相对论是什么东西,就知道,那这个错的 那么,当然了,说,以后如果有机会,我跟大家仔细去分享,所谓的相对论,是怎么回事 在最初的时候,号称只有一个万人,两个万人能读懂的相对论,那这也是瞎忽悠,哎 真正的相对论是怎么回事,它是怎么忽悠我们的,哎 跟大家去分享,当然了,我们有好多学者,学无理的,哎 也很牛,学着相对论,啊,认识很轻,很唯一 等老夫给你讲讲,讲明白了,你才能真正的认识,所谓的相对论,啊,这是后话,以后再跟他讲,因为这潜着到一个横子,那么也就是说是绝对的,人得不到绝对的真理,就是你不能全面的了解,这个天地,啊,日月星辰,山河大地,宇宙,人生的工作原理,和这个真理真相,那么就叫人而无恒了,哎 你一动动就是,啊,站在这个角度去说问题,又站在那个角度去说问题,啊 当然了,有些只有一个是真理的角度,站到那上面,你说什么都可以,你不站在那上面,你说什么,哎,都是不衡,哎 那么这是以后跟大家去分享,那么空中都在这也能跟大家讲这个道理 不,是不行的意思,可啊,就是只交易完了,说一个声儿,表示邪处,或者遵守,遵从,服从 以双手,逼溜着,哎,不是情,也不是直,哎 那么就叫以、嗯,做人,站起来,称之为做,站起来干什么,你要干事儿嘛,所以叫做,哎,那要干事儿,要做了,哎 乌乌 其实呢 就是 两个人谁也不看见谁 说话称之为乌 乌呢 就是 在 在一个臂室里头治疗 健伤 就是治疗这个伤 称之为乌 后来演变成就是治 疾病啊 统统称之为乌 那么乌乌呢 真正的体现了一个说 这个 另外一个词的意思 就是皇帝啊 玉女 有个皇帝玉女经 在跟玉女 讨论这个 移术的时候 说有祝游 就是我们今天弄的说 祝游十三科 祝游术 祝游者无也 那么就是这个意思 两个人不见面的谈话 称之为祝游 那么为什么叫祝游 那么 以后啊 再去跟大家分享 那么这个地方不是乌医 乌医实际上就是皇帝 所说的那个 祝游 就是也是给人治病的一种方法 所以是彻底的 根除所有人的积业好病的好 的一种方法 这个东西在皇帝的时候 就已经说了 失传了 究竟是怎么回事 需要大家去重新开发 重新去研究 那么在这里 孔子呢 也是引用了 这些从事 无医的 这个人 那么得出来这个结论 说人而无神 不可以做无医 那么孔子呢 显而见 他是明白 这其中的奥妙 所以他就来了个善夫 善呢 就是大洋不欲小洋 那么过程是渐渐的 那么还是一个 发自内心的去 对他慈爱 那么说几实话 就是平等 这个就是 好 夫呢 就是人 强壮的人扛着东西 夫嘛 通常是指男人 那么这善夫就是 哎呀 说的太悲了 太好了 那么 孔子进一步解释 不衡 就是相对 相对是什么 其得 得 就是和得到的得 是一样 就是 到天到人得 人从到处所得 成之为得 或 就是 可能 成 成是什么呢 就双手 小心翼翼的 拿 成之为成 知呢 什么什么 得 或者是说 就是修 这早就是修路 修 这和那个耻啊 差不多 就是内心 感觉 做了错事 不平等的是 那种内心的感觉 这个修字 实际上呢 可以把另外两个字 用这一个字来描述 就叫 让扬 什么叫让扬呢 让我们跟大家分享了 就是心里 拒绝 真正自己的 就觉得不对 而去往外推 不接受 称之为 让 那么 后来演变成 就是让扬 就是自己心里 也觉得不对 但是呢 就把心盖住 还要让 让就是往里拿 让扬 就是偷扬 或者欠扬 或者抢扬 称之为修 这种事情 所以说 就是不光彩的事情 称之为修 那么在这里呢 就是指 让心不安的 那就是假的东西吗 不是真实的吗 就是有变化的东西 就是不能的东西 那不能其得 或成之修的意思就是 那么如果他还没有认识到 这个规则 道法 这个真性 是恒久不变的 是绝对的 那么他所从道处所得 从规则处所得 从得的 所谓这个真心 本性 良知呢 可能还有 可能还有 这个不真实的东西 男护其辞的 偷偷摸摸的 见不得光的 这种东西 经不起检验的 就是还有这种成分在里头 那么 当然了 这个解释也有点绕了 那么孔子又来了一个 不战而矣 战呢 是指祖宗啊 收获了这个粮食 或者什么东西 经加工 去瓢去瓶去壳 把它磨成粉磨成面 求经的过程 称之为战 战卦 战卜啊 等等 就是想去追求真相 通过一种 这个 所谓的 逻辑 通过一种变化的 规律 去找到这个真相 实际上我们人类 认识自己 认识天道法则 认识这个 规则 自己的真心 也是这么一个过程 求经的过程 称之为战 不战 那么就是你在加工这个 食物的时候 缺坑 没有缺完全 还有坑嘛 去瓶 没缺完全 还有瓶嘛 去壳也没缺完全 还有壳嘛 那么没有经 不战而矣 就是指 还不经 因为什么 你还有相对的东西 在这里 你还没有搞到你 这个东西 你放到哪 就是绝对的 你放到哪 都放之四海 万海而皆准 那就叫横啊 那就叫不变的 你走到哪 他都这个样子 这才是规则 如果说规则可变 相对了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了 人者见人了 智者见智了 那肯定是错了 他怎么可能 那规则今天这样 明天又成那样 这世界都乱套了 对吧 所以你 为什么这个世界 竟然有序的向前运行 因为规则在那 你必须按照规则运行 规则不变 你就老老实实 那规则变了 今天 太阳围着 这个地球转 明天给过来 地球围着天阳转 都不乱套了 所以呢 以后跟大家一分享 只要相对了就错了 这个下的这个结论 确实让我们也难以去面对 你自己去慢慢品 那么这一段是什么意思呢 孔子在这通过 估计孔子也懂艺术 中医肯定水平 不压于什么森丝苗 又是扁阙 又是什么 还有什么 名医了 扁阙 孙思了 还有什么 还有另外一个 给这个 曹操是给那个 什么王治病的 那是不同的朝代的 一样的 神医 也不压于他们 因为他真正的体会到了 巫医是怎么回事 发了一个感慨 就是说 同事也跳大神 给人通过这种 无医治病的人 那么有个说法 这个就所谓谚语 能传承下来的 这么一个规则 人如果不能 他所认识到的 不是一个绝对的 不是一个永恒的 不变的 那么还有相对的东西 那么他是不可以作为 去做这个无医的 就是给人家 彻底的通过 这个注油 无医来给人家 去吃疾病的 这个工作 是不可以的 因为什么 你这样会害人 你有假的东西在里头 为什么说有假呢 那么孔子 这种说法是太 好了 太悲了 为什么呢 你不横 不横就是相对 就是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就是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那么说明你从到处所得 还有经不得检验的成分 就是让羊 假的成分 还有这种让人觉得羞耻的东西 不见不得光芒 经不起检验的东西 那么你既然有这种 不完全了解的情况下 你去跟人家去行 行一牵制到人的这个肉身 牵制到这个物质生命的延续 你这不就是 怎么说呢 不慎重吗 你怎么能去做这种工作呢 所以他也很严格 人而无痕 不可以做无医 那么因为他人不横之德 就是经不得去检验的这种 从道理 从这个规则 从这个法处所得 那肯定有假的 经不去检验的东西 那么说白了 就是不经 不战而易 就是就和我们加工粮食的时候 加工的不经啊 还有杂质 还千杂有假 那么你这就是还不横 那么这个意思呢 我想我是给大家讲清楚了 当然了 关于究竟这个一呢 牵涉到人 人的肉身是怎么回事 人 真正的这个人 我们真实的自己 是怎么跟这个肉身 结合运作的 那么以后 那是论语以外的话题 有机会跟大家分享 那么估计要等几年时间 希望你有内心 好 这一节就跟大家分享到时候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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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